第一位是基隆市鄭文廷議員 他同時也是基隆市議會黨團總召 鄭文廷他本身是律師 職業二十幾年 熱心公益 也非常注重弱勢民眾的權益 在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宣布下 基隆市確定徵召基隆市議員 鄭文廷參加立法委員選舉 對此鄭文廷表示 願意承擔責任 希望從台灣頭引起 現在是台灣在國際社會 讓最多人看見的一個時期 同時也是中國武統最嚴重的一段時間 在這樣子詭拒多變的國際情勢裡面 我們必須要勇於承擔國家 賦予我們的一個責任 因此我願意站出來承擔這樣的一個責任 希望能夠從台灣頭引起 我們相信2024台灣頭會出總統 我們也希望在台灣頭贏得立委這一席 帶領著台灣航向國際 面對實力堅強的對手 國民黨提名的金融市議員林佩祥 鄭文廷強調有信心能贏得勝利 我想相對於這個對手是政二代 這樣的一個身份 我是來自基層勞動家庭 那我有我的專業 我也長期的跟我們的弱勢家庭 以及最基層的民眾站在一起 我相信這樣子腳踏實地的跟民眾接觸 絕對是贏得選戰最有力的一個後盾 鄭文廷動算 鄭文廷動算 文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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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算動算動算 記者張祈騰基督報導 鄭文廷動算